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金郎 我是Vicca 华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 欧美股市今晚的收市情况 纽约股市上升 但就很细反复 投资者正是消化多行业经济数据 传测美国利率的前景 道奇斯指数收市报33153点 升108点 标准普2500指数报4012点 升21点 纳斯特克指数报11590点 升83点 另外 美国上周新申令失业 援助人数减少3000人 跌至19.2万人 少过市场预期 商务部向上收定 第四季通胀率 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 收定至上升3.7% 核心指数上升4.3% 上季经济增长率 以年率计按贵升幅 就下调至2.7% 低过市场预期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教本 港收市普遍下跌 回控ADR报59.6 升0.43% 腾讯报349.56 跌1.81% 阿里巴巴报92.35 跌2.94% 美团报137.12 跌1.42% 金融和半导体股表现较好 伦敦富士100指数报7907点 跌22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报15475点 升75点 巴黎剂指数报7317点 升18点 人员看商品期货表现 原油期货价格上升 受到俄罗斯计划下月大幅减产 以及中国重新开放大动需求的预期支持 不过美国上周原油库存连续9个礼拜增加 限制着油价升幅 纽约4月旗油收市报每桶75.39美元 升1.44美元 升幅近2% 波兰特4月旗油收市报每桶82.21美元 升1.61美元 升幅2% 接着看看金价 外围金价跌至约2个月的低位 美国上周新申令失业援助人数减少 反映劳工市场偏紧 通胀压力或加大 支持联储局进一步加息 纽约4月期今收市报每桶市 1,826.8美元 跌14.7美元 跌幅由0.8% 现货金是1,823美元附近 看看美元汇价 美元对主要货币上升 美国上周新失令失业援助人数减少 反映劳工市场偏紧 近期多个经济数据都比起预期强劲 支持联储局加大加息力度的预期 利好美元上升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.846 日元134.463 欧元1.060 英镑1.202 随时花浪0.933 佳元1.353 澳元0.681 纽元0.623 接着和大家看美国国负债勸息率的表现 10年期债勸息率部3.87 30年期债勸息率部3.87 接着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0176点 跌174点 国企指数跌73点 报6787点 大市成交暂时有53亿 这个环节就差不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